哈喽,腾讯视频,BIG BANG来了! 你最想见到谁了? 刚来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但是他们两位,就是佳儿哥和何老师,就是对我们非常好,就是有点太好。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通告表,就是又可以拍拍片,就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放松,很放松,然后何老师和佳儿哥都很照顾我们两个。 越来越好了,感觉。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那当然知道,这次嘉宾和主持人郑荣厚,然后你最想见到谁了? 我个人就是最想见的就是Puppy醬,还有雪芹姐姐,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我一看到这两个人要一起来,我就,哇,想见。 王佳儿哥,佳儿哥,我喜欢他的能力,他的工作,所以他的状态,所以我已经期待见面他了,然后还有何老师,因为那一天我们总决赛的一天,我看到他,然后我觉得他太好了,他太厉害了。 他当那个主持人,太厉害了。 超级难,那个东西超级难。 但是他太厉害了,所以我听说我们可以见面他,就是太期待了。 在宿舍的话就是,就是里面会有很多就是灵堂的饮料。 对对对对。 健康食材。 健康食材。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零食。 但我总感觉就是低卡的就是,低卡的饮料配上那个零食就会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对,太多零食。 你怎么会选择的? 你怎么会选择的?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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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炒饭? 炒饭? 我会选择的菜吧。 但是中国菜我真的不会选择的, 没事,泰国菜。泰国菜下次我买点食材。 那我说一个吧。 泰国菜,我喜欢做那个葭葛铐。 你目前的大家应该知道 一个泰国菜 一个泰国菜 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然后我自己擅长的是青椒炒肉 蒜苗炒肉 然后各种各种奇怪的蔬菜 配上各种奇怪的肉 我都能炒得很香 就是自己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然后就是我煎鸡蛋 就是昨天我煎了四个鸡蛋 就是第一个鸡蛋煎的就是贼夸 然后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 就找到那个感觉了 就是录这个节目之前成功 但是在这个节目我吃太多了 因为每顿我们吃了太多 我们有零食 我们有晚饭 然后我们录节目之前还有午饭 我们吃了太多 现在我觉得变化了一点 我们现在午饭 我们都只敢吃沙拉了 家乡美食 最喜欢的广东的 吃的不只是一道菜 它是那种喝早茶的感觉 广东的有一种吃法 就是早上就是大概十点钟左右 就是你起床 然后去吃饭 然后一顿饭就是从十点钟 可能吃到十二点半 这样子就是 就坐在那里跟很多朋友 每天吗 不是每天 不是每天 那不用工作了 就是它就是你周末的时候 可能偶尔 或者说一个月有那么一两次 就是你慢慢喝茶 然后吃点心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是一个叉烧包 但是我叉烧包不能是那种 不能是那种标准叉烧包 我是那个叉烧包要放在那个 有点像面包里面那种感觉 那种叉烧包 就是它外面很软一层 那个面包 就很放松的感觉 对 下次带你去吃 在我老家 我期待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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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会让我们两个都感激 去美食吧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吃沙拉 所以我们吃那个美食 就会让我们很开心 对的 然后还有很多工作 在int1成本以后 你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是 我想有一个就是 我们有一个就是 自己的单曲 然后就是自己一整张专辑 有一些超级好的舞台 就想看到这个 跟你们 嗯 在舞台上表演 旅游 旅游 我想跟他们旅游 跟他们一起去 就是不同的地方 3 2 1 3 2 1 3 2 1 2 1 可以表情不换一下吗 这属于我的幽默感 像现在拜托了冰箱烘怕器中 给大家带来五线惊喜的 int1高清晨和int1流张 在自己热爱的音乐领域 也一定会大放异彩 祝福他们实现早日发专辑 早点开演唱会的心愿 大家正在搓着手手等你们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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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